我是這麼樣的很難搞 您還是帶著信心跟耐心 把這個重擔交付給我 終於點頭接受徵召參選新北市 林佳龍自嘲真的很難搞 讓氣氛頓時輕鬆不守 但沒想到搞笑的還不止他 徵召我們林佳龍同志參選新北市 我自己曾經參選過新北市長 又把新北說成台北真的好尷尬 因為林佳龍前一天也同樣口誤 讓對手侯友宜忍不住開酸 到底跟新北多不熟 因為林佳龍先生的心情剛轉換過來 我們要給他多一點時間準備 侯友宜市長請接下我的暫帖 你認為說我不認識新北 那哪個政策你認為我不認識 我們各出三道題 我們可以現實考試 林佳龍直接下暫帖 面對侯友宜的執政優勢就是要憑聲量 創造慎選契機 網路媒體分析從七月以來 林佳龍網路討論度都不到鉛筆記錄 結果一傳出要選新北市長 七月十號就直線飆升到三點九萬筆 大大超成一萬筆不到的侯友宜 不過聲量是否能轉為民調 恐怕還要觀察 因為媒體最新民調 林佳龍支持度百分之三十點八 遠遠落後侯友宜超過二十五個百分點 比賽才開始 那大家都期待逆轉勝的比賽 才是最精彩的 最重要的還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這段時間的工作 示眾都不停歇 就算民調領先 侯友宜還是努力拼市政 也傳出接受媒體專訪談連任 他首度松口會繼續承擔 南軍戰將就位 新北選戰正式開打 環宇新聞之後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